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节课呢 介绍管道当中的一个专题 就是附属构筑物 关于我们的附属构筑 主要这里边啊 在几排水当中 它不是说有一个叫附属构筑物吗 里边包括井屎 渔水口及支粮管 还有这个支堆 这是属于它的附属构筑物 考试可以考 当然这个附属构筑物 你比如井屎 井屎呢 有这种塑料的 有这种线胶的 但是呢 更多的是气柱 包括渔水口 有成品的 但是还是过去这种气柱的占据主导 那么考试是围绕着图形 围绕着气柱的知识会进行展开 这里边呢 教材上写的不是特别的 就是内容啊 有点少 真如果在这进行考试 有可能出图形的 有可能甚至出一些计算的 都有可能出到 那么我们借助于气柱呢 展开一下 好 第一个 关于气柱里边 最主要的是井屎 至于渔水口啊 包括那支堆啊 考的概率还比较低 但是井屎可是真的容易考核出来 那么这个井屎呢 有两类 比如是压力管线 那么井屎当中无外乎阀门井啊 表井啊 都是看到管道的外壁的 而我们的排水都是看到管道的内壁的 啊 井屎是连接上下游管道 接住支管或者设置在阀门等管道附件处 供养护人员在其中操作啊 检修用的 砖用的地下构筑 一般是砖契的为多 混凝土的也有 钢筋混凝土现胶的或预制的啊 那么这个井屎呢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 这个教材上没有 我们了解一下 咱们按照这个形状进行划分 有这种叫圆形井屎和巨形井屎和扇形井屎 巨形的比较简单 扇形的呢 有 但是不会考 而我们圆形井屎又有收口式和盖板式 而这个收口式呢 有偏心收口啊 四面 有三面向一面收 还有四面收口 向中间啊 这是我们的井屎 看啊 这就是咱们关于井屎圆形的 巨形的啊 扇形的 这种巨形的和扇形的 上面都会有盖板 而圆形井屎有的是盖板的 有的是这种收口式的 好 呃 对于圆形的这种盖板啊 往往都是什么呢 检查井它的井屎呢 比较大 所以上面用这种盖板 如果井屎比较小 都是进行收口式 好 咱们看啊 这就是进行收口 收口呢 偏心收口 就是四面啊 里边有一面墙是直的 那三面向这一面进行收口 那么四面收口的 大家注意啊 四面收口的就是 都是向中间啊 这进行收口 而我们这里边第二个 就是如果按照材料进行划分 有这种现场的气柱的 还有这种预制的 那么现场气柱的 有这种现在砖气的 还有预制块气柱的 预制块气柱的 现在啊 比较多 这种砖气的 渐渐越来越少了 那么预制的啊 又有这种混凝土的 还有这种化学管材的啊 这种呢 现在小区里边 用的圆区市症里边比较多 大市症下面用它的 还是不多啊 这种预制的更多一些 这些内容啊 作为一个了解 不能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啊 都不知道啊 咱们呢 既既然讲到这个警史 讲到气柱 哎 把这些通用的知识 咱们还是应该熟悉 好 后面呢 我们通过图形 那如果考试考到警史 现在考试 是不是动不动就要考图啊 那么在图形当中啊 这个是什么检查景平面图 什么叫平面啊 俯视图从上向下看啊 这是我们的整个检查景 一看呀 这是巨型检查景 上面有这个盖板 好 这是七百的人孔 然后呢 这个管道的啊 这些走向啊 有我们后面的铺面图 那么这个一一的铺面图 也就是说从这个方向啊 主要的管道的这个主线的方向和另一个方向进行铺面 这是我们的二二的铺面 在这里边能够看得出来 这上面这就是盖板 盖板上面为井桶 盖板下面为井史 这是我们的整个管道 而我们的井桶上面 这是什么呢 贴着地面的 那叫井盖 走车上面那叫井盖 井盖下面这叫井座 这里边还应该知道 人从这上下 蹬着的这个叫什么呢 叫踏步 同时也叫爬梯 踏步 下面叫流槽 流槽 踏步 井史 井桶 盖板 井座 井盖 还有这个叫砖炫 什么叫砖炫啊 我们注意 这就是叫我们的砖炫 砖这个整个叫砖炫 是保护管道的 这叫什么呢 流槽 啊 流槽 跟管啊 上下游 这是衔接的 这叫什么呢 我们的踏步 这也叫爬梯 踏步 爬梯 砖炫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井盖 井座 啊 盖板上面叫井桶 盖板下面叫井史 这个呢 叫防坠网 不是每个井史都有 但是呢 现在很多的这个井史 有 比如说啊 这井盖 跑了 掉了啊 即便这样 不至于人 掉到井里边 现在有防坠网 如果在画的时候 看啊 那边有个画一个 不是那么直了啊 有一个下垂的啊 这个叫防坠网 如果在图形当中 咱们得能够知道 现在呢 通过我们的图片 你能够知道 反过来到图形 比如说啊 他在这儿这么着画一个啊 这个呢 一般就是防坠网 好 井盖 井座 防坠网 井桶 盖板 井史 踏步也叫爬梯 刘槽 砖炫 一定要清楚 我们得知道 那考试 这是非常容易考出来 这种点难吗 如果你做过井史 那就不难啊 考试是很容易考得到的 好 呃 后面呢 这是关于 我们的鱼水口 及支量管 这鱼水口呢 也是气柱的啊 气柱我们的鱼水口 那么气柱的这个鱼水口的 所有的相关的这个知识 跟检查警器柱的相关知识一样 那么鱼水口支量管 这连接管 其实就相当于管道的一些知识 在2016年 我们二件考试 考到了鱼水口支量管的施工要求 那么对于咱们的鱼水口 你一定得知道 鱼水口呢 上面的这个盖在鱼水口上面 这叫鱼水壁子啊 这个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呃 鱼水口这是气柱的 上面盖的叫鱼水壁子 这就叫鱼水口的支量管啊 这是一个叫小过梁啊 气柱的鱼水口啊 这是支量管 它就叫鱼水壁子 啊 呃 那么这一定要注意啊 鱼水壁子这个壁 你不要给写错了 不要写成一个竹子头 一个扁口里边一叉子 下面一个笔 不对 鱼水壁子按这个按我们教材 竹子头一个填 下面类似一个派啊 这样去写 呃 那么鱼水壁子呢 其实有这种偏沟式 还有这种平壁子 什么叫偏沟式 这就是如果这边有路源石 而这边注意啊 这边没有 如果作为这边也有 不就一个沟吗 现在偏沟好 平壁式不是在路源石边 广场里边有那鱼水口 平壁式 而我们现在看的是偏沟式啊 你看像一个偏沟 这鱼水呃鱼水口呢 这叫多壁式 当然还有那种单壁式鱼水口啊 一个壁子的就叫单壁式 两个鱼水壁子双壁 多个啊 三个四个的叫多壁式鱼水口 你看整个我们的环路 那种呃交叉 下川啊 那种情况呢 整个下面都是鱼水口啊 连在一起 那就叫多壁鱼水口 啊 呃 平壁式鱼水口 这就是 它不是在路源石的边上 在我们一般的广场上啊 那个时候呢 都称之为平壁式 啊 这就是平壁式鱼水口啊 前面那看到的偏沟式鱼水口 这个考试的时候 咱们得能够如果出现这分 咱们可得给他拿到 好 支堆也叫有砖器的 有这种混凝土的 有的支堆呢 在检查警的呃 里边阀门的下面 有的就是在管道 支撑管道的呃 这里边考试 如果真正考试考出来 有可能涉及到一些气柱的知识 那么气柱的知识 其实不管是检查警 还是鱼水口 或者专气支堆 其实都是一样气柱的要求 什么气柱的气块啊 沙浆啊 符合设计要求啊 气柱要求沙浆饱满灰缝均匀抹面 平整沟缝合格 哎等等 按这个方向去写就可以 好 关于管道附属购注物质量验收标准 咱们前面说了 不管是警使应该符合的要求 还是鱼水口连接管啊 还是砖器支堆都一样 第一个一般的就是原材料够件啊 材料得符合要求 第二个气柱的沙浆的强度 如果是胶柱的结构混凝土强度 永远围绕着沙浆强度 结构混凝土强度 得符合要求 气柱的沙浆饱满灰缝平直 不得有通缝虾缝啊 呃什么叫通缝虾缝 后面咱们记忆气柱的通用知识 再进行介绍 抹面 如果需要抹面的抹面平整 不得有空谷裂缝现象 那这个是抹面这些叫做沟缝啊 沟缝啊 什么顺直啊 好 关于我们的后面检查井流槽 应该保证它平顺圆滑光洁 那井石里边踏步呢 位置正确牢固 当然啊 比如说还要求踏步另外一个支点 安装的时候与井石气柱同步安装 水泥沙浆没有达到强度前沿进踩探 好 后面呢 井盖井座规格符合设计要求 安装牢固 好 知道名称 知道施工要求 呃 这种点如果考试出来 通过这个课程 你应该能够感觉到 其实就是这分啊 送分提了 我们能够把这个分拿到 鱼水口支联管也是一样啊 什么 位置正确 深度符合要求井框 井壁 啊 这个壁字啊 再强调一下 应该完整无损 安装 平稳 牢固 结果问 这叫什么 你说这叫鱼水壁子 施工要求啊 平整啊 无损 牢固 稳定 呃 鱼水口啊 气柱 勾缝 其实包括井矢 支堆一样啊 勾缝 直顺 坚实 不能漏沟脱落 内外壁抹面 平整光洁 永远记住 是不是就是该夸夸啊 不能有的就不能做的 呃 支粮管也就是这管道啊 支粮管 呃 管内呢 清洁流水畅通 没有明显的渗水现象 呃 并且呢 不管是鱼水口还是支管偏差 应该符合设计要求 这是他介绍的 也是规范当中的要求 如果考试 不管检查警 还是支堆 这都呃 还是鱼水口支粮管都可以考到 至于我们的支堆这块应该符合的要求 说实话 从考试的角度上 这个气柱一个支堆啊 考试概率不是特别高 万一考出来也无外乎 支堆下面 你要打支堆嘛 你的地基承载力符合要求 位置符合要求 然后呢 水泥沙江强度 结构混凝土强度 符合要求 啊 这个混凝土支堆表面平整密实 就是砖气支堆呢 灰缝饱满 没有啊 我们的通缝现象表面抹灰平整密实 给我们前面 气柱的这些结构啊 包括检查警包括鱼水口 其实是一样的啊 这种支堆不再多说了 考试它的概率应该说是偏低的 后面呢 是关于整个咱们的呃 气柱勾道的施工技术 其实呢 在我们教材上 它直接写气柱勾道 嗯 应该说不严谨 这里边就是气柱的通用的常识 那么气柱前这个气块 包括砖啊 包括石啊 石头啊 砖啊 应该充分湿润 沙浆啊 气柱的沙浆 符合设计要求 而且现场办制 应采用机械均匀半合 随用随办 什么意思啊 你那个砖得浇砖 但是冬天不能浇 北方地区冬天气柱 砖一焦冻了不行 而且这个沙浆啊 现场随用随办啊 现在呢 咱们都是搅拌站 不让你现场 办制沙浆了 如果沙浆办的太多 冬天办的多了 它冻了 夏天办的多了 它干了 所以说随用随办 你看又要用搅拌站来 然后又要随用随来 打个电话搅拌站 给我来0.2方的水泥沙浆 你逗人家玩呢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很多的规定啊 相互之间 各自为战 让我们搞工程的 真的很难 气柱的时候啊 应该采用满铺蛮挤法 气体应该上下错缝 内外搭街 丁顺规则有序 说实话啊 这个说的还真的是特别专业了 我们气柱的说啊 这叫满铺满银 把沙浆往这一放 钻往这一放 然后呢 往这放完了之后 往这边一推 把这个注意啊 一推 推到这个重缝当中 是这个沙浆啊 呃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虾缝了 没有灰浆了 这就是上下通缝了 通缝虾缝 这都不允许 考试至于这么考吗 不至于啊 但是咱们呢 得知道气柱的相关知识 在房间也有气柱的相关知识 我们这里边啊 也再一次介绍 后面啊 还有这个立这个皮树杆啊 说气柱的说应立皮树杆 好什么叫皮树杆呢 这就是 其实呢 我们很多的技术 特别高的这些瓦工 在拔角这个 不用立这些啊 直接自己气啊 王萌说那句话 我的眼就是尺子 所以说啊 这种皮树杆啊 对于呃 经验不丰富的 好立一个杆 然后呢啊 每每层砖啊 应该多少 但是水准高的不用他 其实就是什么呢 哎我这作为一个气柱的依据啊 每一层灰缝应该多少啊 这有依据 但是呃水平高的不用他 后面呢 气柱啊 气柱施工需要间断的时候 应预留阶梯型的这个斜柴 接柴的时候 应该将斜柴呢 冲干净 複买沙浆 墙的转角啊 交接处应该与墙体同时进行气柱 这是马牙柱 这是斜柱啊 一定注意啊 这个气柱的时候呢 呃 如果间断的时候 留阶梯型的这种斜柱 呃 再后面呢 就是关于气柱啊 说当气体垂直的灰缝宽度大于我们的30毫米的时候 应该采用细时混凝土灌柱 混凝土强度不得小于C20 尤其是这种气块进行气柱啊 呃 垂直灰缝啊 特别大3公分 那你就往里边去灌这个细时混凝土 后面呢 气柱的施工要点 这写个砖气拱圈 实际上啊 真正的应该是砖炫啊 它这个拱圈就拱圈吧 呃 在我们的管道啊 气柱的时候 有拱有反拱 好 砖气拱圈 什么是砖气拱圈呢 大家注意啊 这就是拱圈啊 呃 严格来说 这应该叫炫 十字旁 聊个宣传的炫这边啊 这就是我们的罚的这种炫啊 砖炫 呃 这里边呢 它写的特别多 但是现在谁还气柱勾道啊 所以我们更多的点应该放在检查警当中 这个砖炫 这个砖炫这块 包括反拱的气柱 哎 咱们能够看到 哦 这就是砖炫啊 它的要求会考吗 太难了 所以 反拱 我们都没往这放啊 这就是拱的气柱 它写的挺弱的 考试 不会考到 现在啊 管道 都是成品管 呃 还谁去气柱啊 那个包 先不说材料 那你就想一想 我们的气柱的这个瓦 瓦工 它的成本得有多高 所以说啊 不管多大的管啊 这么气柱啊 管沟气柱 太少太少 后面呢 是关于远景气柱 远景气柱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比如检查警这流槽啊 应该与井地同时进行气柱啊 流槽与井地同时气柱 这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收口啊 偏心收口 四面收口啊 这个收口的时候啊 远景采用啊 气块逐层气柱收口的时候 四面收口每层收进 不应该大于我们三十毫米 偏心收口每层收进 不应大于多少呢 五十毫米啊 四面收口偏心收口 那么偏心收口 由于有一面强 永远是直的 它每层收进的可以多一些 四面收口啊 每一侧都是悬壁状态 所以它收的要相对而言少一点 这个数值呢 我们考试是考过选择题的 好 这就是相当于四面收口的 一般阀门井都是四面收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开闸的时候 人基本上不下去 打开井盖 用专用的这种工具 在上面就把这阀门打开了 而检查井都是人经常要下去 所以往往都是偏心收口 好 后面呢 气柱时应同时安装踏步 踏步安装后 在水泥沙江未达到规定的强度等级前 不得踩踏 踏步也叫爬梯 一定记住啊 随着气柱同步安装 水泥沙江没有达到强度前 严禁踩踏 可以是这种铸铁的 可以是这种所谓的啊 呃我们的这个钢筋啊 加一个塑料的啊 这种外边的呃整个塑料管 呃这两种都有 当然了在气柱的检查井当中 这个踏步还是这种居多啊 好 内外井壁应该采用水泥沙江沟缝 前面所说的沟缝啊 呃勾缝呢 又称之为叫清水墙 抹面呢 又称之为叫浑水墙 一般的啊 这个检查井是污水检查井 污水检查井要求内外完全抹面 雨水检查井这个肯定是 为什么呢 雨水检查井一般的啊 就是到管顶以上这个位置 抹面再往上勾缝 第二个啊 其实通过我们还有一个知识 通过这个流槽 这个就是雨水的 污水的是满流槽 一直流槽到管顶 而雨水的呢 是半流槽啊 到管直径的这一半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一看啊 我们这就是雨水检查井 有人说不是吧 我还真看过那个检查井就是污水的 没错 说这污水井他流槽给气到一半 那是他做错了 哈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施工现场 这规矩啊都给破坏了 其实真正的检查井 如果按规矩来 你污水的必须流槽到管顶 必须是内外抹面 但是雨水的没问题 只要到管顶这个部分啊 进行抹面 然后剩下的你就可以进行勾缝 可以了 好 我们呢再把另外的一个支点也放在这后边 这个内容呢不是特别多 是给排水管网维护与修复技术 这部分内容在我们教材上考案例设计过 是我们2019年案例 当然了也考过这么两三次选择题 属于了解性的内容 关于管道修复更新第一个 城市管道的巡视检查 这个点呢没关系 2021年刚刚考过 管道巡视检查内容包括啊 管道漏点的监测呀 地下管网的定位监测 管道变形检查 管道辅食与结构的检查啊 管道附属设施检查 管网介质的质量检查 好这2021年考过 后面这个点 管道检查主要方法 包括人工检查法 自动我们监测法 分区检测法 区域泄漏普查系统法 好这个叫做什么呢 考试啊 考试可能会涉及到的知识点 后面是城市管道的一个抢修啊 管道用了几年之后出问题了 出问题要给他抢修啊 哎 这里边 关于不同种类不同材质不同结构管道抢修方法不尽相同啊 然后如钢管 那直接挖开 为汗缝开裂或腐蚀窗孔的一般可用补汗或钙压补汗方法进行修复 你这个汗缝有问题了 那我直接补汗 那这个管壁比较薄了 我来一块钢板啊 直接盖在这盖在这上面 等于打一个补丁 沿着这个盖的这块管的上面这一块 给他沿着鱼管的周边 给他整个都给焊起来 这叫盖压补汗 用力钢筋混凝图管 那这个出问题了 可以补麻补灰后 再用我们卡牌压紧固定啊 直接其实加一个 也相当于什么呢 也是相当于给他外边贴一个大补丁了 若管身出现了裂缝 可是我们裂缝大小 采用两核揣袖或更换铸铁管或者钢管 两端与圆管道采用转换接口 其实呢就是那种快接啊套袖啊 等等进行 呃 再下面是关于管道的维护安全防护 这个知识点 其实就是2019年那次考试 它涉及到的啊 首先是养护人员啊 管道维护呃 安全的防护呢 养护人员要是进去做 必须进行技术培训 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那么这是人的通用的 作业的时候啊 这身形套你得都知道 戴上防毒面具 防水衣防护靴防护手套 安全帽系上有绳子的防护腰带 配备无线通讯的工具和安全灯 这身东西做好了下井去 如果万一他下去之后 没上来 你可别心特别大 我下去看看吧 那不行 呃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一个人下去 没上来 第二人又下去 又没上来 啊 当然这个呢 琴啊 让琴沟通 现在有的呢 甚至要背着一些氧气罐啊 下去 这里边啊 尤其这种啊 排水管网里边 沼气浓度特别大 容易中毒窒息 是 考试呢 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些点 好 还有一个就是管道修复与更新 关于管道修复呢 有局部修补的 有全断面修复的 目前呢 局部修补的方法有很多 哎这是考点啊 但是是选择啊 主要有密封法 补丁法 脚接管法 局部软衬法 灌浆法 机器人法 这是选择题 全断面修复 内衬 柴绕 喷涂 啊 这个注意啊 这是穿内衬啊 然后呢 我们的柴绕 整个柴绕 跟这管壁结合 还有呢 整个喷涂 啊 啊 好 呃 后边呢 是关于我们的修复脊水管道的时候啊 对于修复脊脊水管道 采用内衬管的直径是多少呢 这是选择题啊 这数值啊 150毫米到160毫米啊 修复白排水管道啊 那么采用我们称管直径是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是150到2000也就是从150到2000都可以 而我们的积水的只是150到1米6啊 这个是范围考试能够考到 后边呢 是不是修复了 是更新 把管啊 不修它整个换掉啊 更新 那么管道更新呢 这里边 根据 我们的管道更新啊 有什么破管顶进破管外挤啊 更更换 根据破碎救管的方式不同 常见的有破管外挤和破管顶进 当时2019年这个点就涉及到了 说啊 我最后这管道要进行更换 应该采用哪哪种方法 好 对于破管外挤怎么做的呢 也破管外挤也称爆管法或障管法 把这管啊 破碎 顶开啊 使使用爆管工具将旧管进行破碎 将其碎片呢 嵌挤到周围的土层 同时将新管或者套管拉入完成管道的更换啊 这叫什么呢 破管外挤 按照我们的整个爆管工具的不同 又可将我们爆管分为气动爆管 夜动爆管啊 切割爆管 这三种后面就是选择题啊 好了 这是破管外挤 还有一种破管顶进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好 咱们看一下2019年当时考的这个案例 说啊 某公司承建一个1.2公里的城镇道路大修 啊 下方有一个800的污水管线 垂直于该干线 有一个DN500的混凝土污水管支线接入 由于污水支线不能满足排放量的要求 你在原位更新为600的啊 这个把这原来500变成600 更换长度不多50米啊 然后交通部门批准的交通导行方案要求施工时间为夜间 10点到早上5点半不断路施工啊 你可以做而且不能断路 这样一个把这段管你要给他换掉啊 但是呢 这还不能断行交通这只是大概为党 项目部调查发现啊 这个22瓶颈段埋身约在3米5 该深度土质呢为沙卵石 下川既有的电信电力管道 你从电力啊电信管道下面穿过去的 埋身呢是均小于1米 2号井 二瓶井啊具备工作井的施工条件 污水干线夜间水量小且稳定 支管接入时不需倒水 二井二号井到二瓶这个井段施工期间上游来水 可以导入其他污水管 结合现场条件和使用要求 项目部来了啊 项目部怎么呢 准备从开草法 内衬法 破管外挤法 以及我们定向钻法 这四种方法中选一种进行施工 然后呢他问你这四种方法中 哪种方法最适合本工程 分别减述其他三种方法 不适合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里边啊咱们想一想 作为内衬法是不是不能扩大管径 这是首先一定要给他去掉的啊 第二个定向钻 我们的水平定向钻虽然没有减 但是水平定向钻 是不是泥江户壁啊 你这沙卵石 它不适合啊 而且呢定向钻的精度不太够 而你排水管线要求施工的精度啊 它不适合 那么这里边破管外挤跟开草 有很多人说开草为什么 这种情况我都是简单粗暴 上去开草 不至于说搞得挺麻烦的 我如果作为这个工程负责 我也去开草 但是这里边是你要考虑命提人 考的你他在引着你 到底是想用开草 还是不开草 你一定要清楚 那么这里边 他是想让你去开草吗 有人说我实际就开草 不是你实际是命提人在这里边 首先啊在这里边施工啊 时间是夜间22点到早晨5点半 不断路施工得有车啊开草 第二个沙卵石第三个上面有管线 第四你要支撑 这诸多因素都是要求什么呢 尽量你别开草 尽量你不管定向钻呀 还是说破管外挤啊 还是啊内衬 当这都是属于不开草 不开草里边再去挑 内衬不能扩大管径啊 水平定向钻不适合沙卵石 那只剩下破管外挤这一项 所以说啊 这里边真正适合的破管外挤最适合 不符合的内衬不能扩大管径 定向钻精度低不适合沙卵石地层 开草法需要支撑施工时间长 对交通影响大啊 这里边是我们真正想考试考的 命题人想要的是这些 所以说啊 在我们的这道题的考试 至于破管外挤的这些原理不用去管 教材这写的比较多 我们注意这里边真正考试 围绕安全后期还能考到 比如说通风照明 这是最主要的啊 通风照明 呃 可以延伸到我们的人工挖管庄啊 包括水池啊 如果有盖的水池里边拆除模板支架 都是这个系列的延伸的考点 好 我们简单的小结一下 呃 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管线的附属购注的相关知识 这是主要的啊 至于后边管道维护更新呢 围绕安全 而我们管道附属购注 这里边其实主要是检查井 鱼水口啊 支堆 可以考气柱的材料的通用知识 最主要的可以考图形 考坐影 考施工要求啊 那这种题后期一定要注意 他如果考会结合图形进行展开 好了 关于管道里边附属购注物啊 以及管道的修复更新的这个内容 就介绍这么多 我们下节课再见 那我们下节课